过来 来 给你一棵番石榴 石榴我不是番石榴 带小屋到菜地捉虫子 昨天到菜地摘了一棵青菜喂人鸟 发现上面有两条虫子 我家菜地的青菜好多虫子了 得带小屋过来捉了 这些菜都是我家种的 来 下去 看下哪里有虫子 捉来吃掉 眼睛真大一点找 看哪里有害虫 捉来吃掉 竟然敢吃我家的菜 小屋可是捉虫小农手呢 我经常带他到菜地捉虫子 他捉虫子很有经验的 每次带他过来都捉很多虫子吃 我家菜都不用打农药了 捉到一条 吃掉了 才刚过来以后 马上就捉到虫子了 应该有不少虫子 真大一点 眼睛着 小屋现在丑暴了 前几天我出了两天野门 把他跟那个盗版着地鸡关在一起 关了两天 回来就被那只盗版着地鸡 啄吐头了 头皮都啄掉一块了 现在已经从了鸟鸡的球鲜尺了 太难看了 又捉到一条虫子吃掉了 我看到他这个发型 我就想笑 但是又有点难受 头皮都啄掉了一块了 不知道啄掉头皮那里 还会不会长蚁毛来 感觉已经把那个鸡馆的毛囊都啄坏死掉了 要是不长蚁毛了 就真的太丑了 这样子 之前把他跟那只公鸟关在一起 都是他欺负那只公鸟 现在被那只公鸟欺负成这样子 真的是30年和冬 30年和西啊 也不知道那只公鸟吃了什么东西 变得那么凶了 不过凶一点 明年的话 应该就能繁殖了 现在他已经把小屋都中府了 哎 又找到一只蝗虫 这菜里面好多蝗虫 蝗虫也吃青菜的 也是属于害虫 看到他做了好几只小蝗虫吃了 看这菜也被吃成这样子了 看下有没有 但是找不到虫子 藏起来了 应该 别进去采菜 去了 去了 看这个菜被他采的 我怕你啊 那个爪子那么脏 我真的怕你啊 哇 看他做到什么了 哇 这么大一条虫子啊 这个捕蛋白质非常高 哪里找的 好奇怪 这东西你都找到了 吃下去饱了 这么大一条 整条吃了 做了好多虫子吃了 吃饱飞回家了